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350集 在遇到危险时怎么办 有人说遇到歹徒要大声求救 其实大部分人遇到突发状况,大脑会一片空白 知道自己该求救,该尖叫,该撒腿跑 可脑子指挥不了身体,呆愣愣的,任由恐惧掌控身体 才是绝大部分人的状态 夏小兰如果真的仅是个高中生 此时必然吓得说不出话来 可她不是 她意识到了危险,拼命扭动自己的手臂 嘴里已经大喊葛剑的名字 葛剑 她一扭动,那只脚就踩不住 有人一脚狠狠踢来,却擦着夏小兰手臂而过 葛剑落后十几米,也没料到都到了仙仪中门口了 会出啥意外 夏小兰被忽然窜出来的几辆自行车撞倒 葛剑都以为是意外 她使劲蹬着自行车,却见那几个年轻人急忙去扶夏小兰 然后,她听见了夏小兰那声痛呼 叫她名字那下,葛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夏小姐出事了 结实的二八大杠,被葛剑抡起来扔出去 一下子就砸翻了最近的两个人 葛剑跑得很快,瞬间的爆发力很快 砸翻了两个挡路的,视线也清晰了 她就看见有人按住夏小兰的肩 有人抬起脚,正要重重地踩她手臂 那么纤细的胳膊,能受得了成年男人的蓄力踩踏吗 葛剑飞起一脚,踢中了踩脚那人的后背 再一拳,打中了那个按住夏小兰肩膀的男人 另一个人吓得后退两步 葛剑一拳打在对方小腹,简直杀红了眼 每个月拿夏小兰那么高的工资 夏小兰却差点在她眼皮子底下出事 李师兄去鹏城前,千丁万主 葛剑真是惊怒交加呀 她真的一点都没留情,也就一眨眼功夫 就把对方五人打倒在地 所到之处,留下一地的呻吟痛呼 孙田都吓懵了,她只是叫了夏小兰一声 几辆自行车就撞上来 然后是夏小兰惊呼 葛剑上前打人 孙田后知后觉 抬起僵硬的脚跑过去 急得满头是汗 小兰,小兰,你有没有受伤啊 夏小兰脸都痛白了 孙田手足无措 夏小兰勉强动了动自己的双手 痛归痛,感觉没有骨折 快高考了,手才是最重要的 夏小兰,我送您去医院 葛剑也顾不上装夏小兰亲戚了 看她样子,应该是受了伤 重重摔在地上 夏天本来就穿着短袖 夏小兰的两条手臂都擦伤了 右手胳膊肘处,滴滴答答往地上滴血 刚才被踩了几下,两只手臂都红肿 原本有多么白皙纤细,现在就有多么吓人 葛剑恨不得把这几人扒皮抽筋 但现在夏小兰的伤才是最重要的 没事,让我先坐坐 夏小兰费力摇头 摔倒了不能起来太快 她歇了可能有一两分钟 才在孙田的颤扶下站起来 动动手和脚,也说不上哪里更痛 好像浑身都痛 膝盖摔破了,腰也扭了 刚才几辆车真是毫不留情撞来 自行车,哪会引起这么猛烈的车祸 这是蓄意撞她的 葛剑,他们是故意的 别放他们走 孙田眼里都急出了泪花 要带夏小兰去医院 因为撞车地点离医中门口不远 黄嫂那边也注意到冻酒 一下子就跑来好几个人帮忙 有这么多人围着 夏小兰当然是安全的 葛剑点点头,把地上几个人拖到一边 夏小姐没说报案 那就是要自己审一审 几个人被葛剑捏得嗷嗷叫 别打别打,别打了 都是误会 不小心撞了一下 你咋能打人呢 你谁呀 痛痛痛痛痛 眼睛看见的还能是假 那双按着夏小姐肩膀的手多用力 只怕现在掀开衣服都能瞧见痕迹 葛剑把这些人往巷子里拖 嘴里说着不打他们 让他们别挡着别人走路的话 巷子里其实也很惹眼 现在还不到中午饭点高峰期 黄嫂的婆婆凑上来 指着自家新店面 后面,后面有空房 宽宽敞敞的,关几个人肯定没问题 别和老人家讲法律 这样的老太太全是法盲 他们更不会讲道理的 办事完全随心所欲 所以夏老太厌恶夏小兰 轻易掰中不过来 所以,黄嫂的婆婆就是喜欢夏小兰呢 小姑娘嘴巴甜 主要是对她家有恩 葛剑一看正好 把几辆自行车往路边一扔 不管几个人怎么闹 她都往原本张继的那后院托 手脚利索地把几人全部绑起来 堵住嘴巴,往后院房间一关 葛剑才扶起自行车追上去 孙田和黄嫂等人 刚把夏小兰送到医院门口 最重要的是 夏小兰的手不能有事 消毒清洗都顾不上 先给夏小兰检查了手臂 没有骨折的迹象 如果不放心 拍个X光片吧 捏着是没有骨折 夏小兰却叫痛 可能是骨裂 软组织挫伤就不用说了 膝盖和手肘都摔破了 肯定是有的 医生说拍片 夏小兰也觉得拍片更放心 低脚踩下来时狠狠 要不是她手臂移了下 那一脚肯定把她手腕给踩断了 正好是她写字的右手 夏小兰又不像宅斗里的开挂女主 没事还偷着练左手字 就等着危急关头派上用场 右手一费别的不说 她是真不能参加今年的高考 八四年数学考卷试题 会不会一模一样先不说 明年再高考 她好些计划都会被耽搁 答应周成去京城团聚 也落了空 夏小兰做啥事都喜欢有计划 计划被打乱 有心却无力的时候 她大概很焦虑吧 先去拍了X光片 护士再给夏小兰消毒清洗 X光片很快就有结果 医生抖抖骗子 说出了一个叫人心情沉重的判断 右手鼓励了 最近可不能动 打个石膏吧 夏小兰还来不及反应 孙田都哭出来了 医生 她的手还能写字吗 过两天就要高考了 她是我们奉险师 预考理科第一名 求求你一定要救救她 预考的第一名 医生一脸同情 硬着头皮解释 这种鼓励 就不能活动伤处 人体是有自愈能力的 但是自愈的过程 需要时间 骨头缝想长好 肯定不是两三天 看鼓励程度和个人身体素质 一般是两三个月 伤的还是右手的手腕处 要怎么高考啊 连续考三天 卷子要写那么多字 手腕还要不要了 彼此是增的 以伤的乱 惯 缐纫